各位上海商银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上海商银所制作的赚钱单元节目 错过AI布局第三季投资大爆料 上半年呢已经结束了 NASDAQ指数呢也连续第四个月上涨 这一季呢大概涨了12.8% 而整个上半年呢科技股为首的NASDAQ指数 涨幅高达了32%左右 如果以纯度最高的NASDAQ100指数来看的话 涨幅也接近了40% 这个涨幅呢是创了1983年以来 最强上半年的一个表现 而标普500指数呢也连续四个月的上涨 这一季涨了8.3% 整个上半年涨幅也高达了16% 迎来了整个2019年以来最佳的上半年走势 美股在今年上半年呢 大概都是处于一个多头反弹的一个格局 多头的情绪非常的热烈 而人工智慧呢的热潮推动之下 很多美国的一些明星全职科技股呢 整体表现十分的强劲 譬如像英伟达上半年累计的涨幅高达了1.9倍 特斯拉涨幅呢也达到了112% 苹果呢涨幅达到了50% 亚马逊也涨幅达到55% 微软也涨了42% 讲了这么多 各位有没有跟上上海商营在3月13号的 分析师没说的第二季投资焦点节目中 所做的分析和推荐的标的赚得盆满钵满呢 如果没有没关系 再给各位一次机会 今天的节目一样是名牌不偿师 告诉各位如何复制科技股大涨的模式 替自己的财富大开外挂 中国以及印度印尼等新兴国家呢 由于拥有庞大的内需市场支撑 世界银行预估今年的年增长率 可以达到5%的水准 一方面是因为出口贸易机器比较低 另外一个就是汇率走势 开始稳定也带动了国际资金的一个回流 以近一年来的一个股价处以这个税息前贪销前的盈余 来做平价面来观察 可以发现美国NASDAQ指数 欧盟50指数 以及中国护申300指数 和巴西圣保罗指数可以发现 历经去年6月美国联准会暴力升息 开始至今呢 进入了升息循环的末端 而美国的科技类股 评价面过高 欧股呢 评价面是偏高 巴西股市呢 是适中 而入股的评价面是非常非常的低 也非常非常的便宜 评价面偏低的股票市场 有机会在下半年估值回复 金砖国家的股市布局的时机显现 所以在挑选标的上面 要挑选金砖国家的股市来做布局 才能够为下半年 甚至在第四季 创造获利大爆发的一个机会 美国的五月领先指标呢 是连续14个月的下滑 而10个构成项目里面呢 其中信贷 利差以及消费者预期信心指数表现 是来的比较差 而如果把景气领先指标 减掉同时指标 所换算出来的景气转折指数来看 其实一直以来都不断的下探 到过去的一个低点位置 甚至还破了前低 整体来看的话 连准会在因为持续升息的压力之下 也冲击了经济各部门 并且影响了就业 因此呢整个领先指标呢 会有持续下滑的压力 年增率的话大概也会停留在低点 因此在未来半年来看的话 其实景气都有持续陷入软着陆的 这样的一个疑虑 而因为反映金融市场担心 联准会因为延长升息周期而导致美国 经济陷入衰退 因此 美国国债的长短天期殖利率差曲线呢 也创了1981年以来最严重的一个倒挂 整个经济前景呢是蒙上了阴影 也因为景气持续的向下探低 因此呢可以大胆的预估美国距离回档修正的时间 大概也将快到来 全球的通膨虽然缓步的降温 不过对美国来说呢距离它的目标利率2% 还有一段非常大的一个距离 以及空间必须努力 而联准会呢维持着高利率的话也抑制了整个经济 为了避免通膨死灰复燃因此在信贷收紧之下 企业利息负担增加的情况之下 势必影响美国民间的投资以及制造业的表现 如果根据蓬勃模型的预估来看的话 下半年美国的GDP迹增率可能会出现了负增长 不过呢不至于造成严重的衰退呈现一个硬着陆的情况 而美国的升息步入了尾声 虽然这一次FOMC会议呢 向市场宣告未来可能还有两次升息的机会 可能会到9月份才会是最后一次升息 但是即便美国的经济在下半年可能开始走落 从历史经验来看 联准会停止升息之后呢 会把实质利率维持在2%长达半年左右 也因此只要美国经济没有呈现硬着陆的情况 基本上联准会在这半年内原则上是不太可能会做降息 而目前市场的共识是下一次降息的机会 可能会落在明年的第一季末到第二季初 因此再度的重申 今年美国联准会基本上没有降息的空间 在外汇市场部分 澳洲央行在7月4号决定维持政策利率在4.1%不变 以评估长达一年多以来 紧缩周期对经济和通膨所造成的影响 不过呢澳洲央行总裁还表示呢 可能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收紧货币政策 以确保通膨在合理的时间内会回到目标的水位 而澳洲央行从去年5月以来呢 整个基准利率已经累计调高了4个百分点 而目前的声明呢能维持着鹰派的基调 虽然5月份澳洲的通膨进一步的下滑 不过整体还是处于一个偏高的水平 必须要再把利率维持在高档一段时间呢 才会让整个通膨回复到2-3%的一个区间 而澳洲的劳动参与率创历史新高 失业率是接近50年以来最低的水平 原则上未来几年 全球经济增速可能会低于平均水准之下 澳洲的家庭消费展望 可能也会面临一些相对比较大的不确定性 不过由于澳洲央行 它持续维持了一个升息的态度 以及澳洲现在的经济水平 渴望随着中国景气复苏的影响 而让整个澳币与人民币有机会在近期落底回升 因此我们建议如果在外汇市场有投资需求 或换汇需求的投资人 都可以在这个时间配置澳币相关的资产 或者是换回澳币 以澳币来连接您的保单 或者是投资行相关的一个产品 以上是上海商银专家团队的金融前瞻报告 谢谢各位的收看与收听 我们下次见